大家還記得系列一在交通什麼呢? 系列一是說到吃喝享受主 我們每天需要有一個層層復興享受的生活 叫我們的靈 我們的全人真是滿了活力 我會歡喜 和神也安居在指望裡 雖然這個系列是一直的往前 但是不是說我來到系列二 系列一就好像就放著 我們是叫我像你建造一個房子 都是從根基從基礎開始大 系列一是那個最基本最重要的基礎 我們一切的生命裡的經歷和長大 都是來自於我們對於主每天的享受 我們吃的不夠健康不夠豐富不夠好 我們這個人就不會長的大 但是我們這個人吃的健康 吃的滿有豐富 我們這個人就會有一種很甜美 在生命裡的彰顯 好的人呢 就像剛剛永昌利用交通 上一週我們已經交通過尋求神的旨意 對我們實在是可以從 藉著聖經神的話的引導 也從我們裡面聖靈那靈 同我們的靈 對實在在那裡見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而且我們願意被神的靈來引導 因為神自然而然在我們的環境裡 在萬有中就在那裡調度一切 對使我們能夠來認識他並得著他 對那我們一起讀一下今天的篇題好 神的管教與聖靈的管制 對這個乍聽之下好像滿害怕 對啊 因為我現在有孩子了 然後有時候孩子不聽話就會跟他講說 你再不聽話我就要捏下去了 我就要好好的教訓一下你 對啊他聽到他就會警醒 他知道這個可能他是在什麼世上得罪了父親 對得罪了母親他要皮要底下癢 皮要縮緊一點不然再不小心就會被管教 對啊但我們做父母都知道 我們不會隨便管教我們的兒女 對通常管教或是通常在聖靈 在那裡有管制實在是為著一個積極的目的 對是要使我們能夠認識我們這位神 是怎麼樣的一位神 對為了使我們能夠更多的來享受 並經歷他 對所以管教和管制實在是一件愛的事 對啊所以發望我們在座 就有一些初信的弟兄姊妹 還有我們聖徒們不要被這樣的詞嚇到 對啊這個詞 雖然他有他那一面的嚴肅的一面 但是神的心意實在是 為著使我們更多的有份於他 對就像我們在這個信主之後 我不知道我們知不知道我們裡面得著了什麼樣的寶貝 我們裡面得著了一個神的生命 對這個新的生命進到我們的裡面 對但是在我們新的生命 神的生命以外我們還有一個 這個救有天然的生命 對這個救有天然的生命 這個救有的習慣 救有的性格 就常常使神的那個工作受到打岔 對使神沒有辦法把他自己分次傳輸到我們裡面 對所以為此神就不得不 藉著一些的環境啊 藉著所謂的管教 藉著所謂的聖靈的管制 好叫我們這個人真是能夠完全的向他敞開 阿們 然後叫我們這個人真是浮在他的面前 阿們 對讓他能夠把自己做到我們的裡頭 阿們 那我們開頭我們一起讀一下這三處的聖經節 西伯来十二章十节说 万民的父管教我们 是要教我们的义主 使我们在祂的圣洁上有份 伯马八章二十八节 我们晓得万人都互相效力 教爱神的人和义主 就是按祂旨意被教的人 诗篇三十九篇九节说 因我所遭遇的事出于你 我就托然不予 在西伯来书十二章这里就说到 万民的父管教我们 是要我们得益处 所以一面有管教 就在这一篇里面 我们要特别一直注意两方面 就是圣灵工作有主要的两面 一面就是消极的拆毁 对 神借着兴起环境啊 借着万事万物万人的调度 好 叫我们真是向祂敞开 叫我们与祂之间没有任何的帕子 对 叫祂能够把自己能够毫无阻碍的做到我们里面 但另外一面这个消极的拆毁 是为着一个积极的组织 圣灵时代可慕 把祂自己一层层的 更深的 更多的涂抹在我们的里面 运行在我们的里面 对 所以在这一节我们也可以看到 一面我们的父管教我们 对 但是另一面 祂的管教 他 就是在那时候西伯来的信徒他们得救了 但是他们还在持守犹太教的许多的律法规律 所以在那里还落在宗教里面 所以神就兴起了一些的逼迫来 所谓的来对付他们 或来惩治他们 但是我们的父时代有一个心意 要使我们在祂的圣洁上有份 那在我们的恢复本圣经是说 有份祂的圣别 我们知道圣别就是什么呢 圣别是神的性情 对 公义是神的手续 但是圣别是神的性情 对 所以神藉了这样的管教 就能够使我们有份祂圣别的性情 就是在罗马八章28节 也是我们很保爱的一起 万有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对 那这里讲到万事或万有在那里效力 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万有都是不太顺心的事 可能是不是很如意的事 像之前可能金融海啸啊 有些人他在生意上就受了影响 可能是因为父母对于我们信仰的不谅解 会新起环境 逼迫我们说 你这不好住 对啊 信那个死人到没人到 然后信仰说 不能拿银子啊 看将来 我将来谁要来拜我 谁要帮我捧那个 对 可能就会新起这样的环境 对 但是我们实在需要认识 这样子的万事的互相效力 会叫一种的人得益处 是叫什么样的人啊 爱神的人得益处 对 我们若爱神 即使是不好的事 是负面的事 都会叫我们得益处 那什么是这里的益处呢 在29节那里就告诉我们 神所预知的人 他也预定他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对 神的心意是要把自己做到我们里面 至终使我们真是和这位神的长子 必向必效 阿们 阿们 那在最后一处诗篇的经节说到 因我所遭遇的是 出于你 我就默然不语 就说出我们有一种顺服的态度 因着我们认识万有 都是在神主宰的手里 虽然 一件事情临到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还没信主之前 甚至在我们信主之后 有时候我们也会想说 我怎么那么小 我怎么射到这这种事 就很多事情临到我觉得很过意不去 为什么会临到这样的事 我不是周周来聚会吗 我不是那么爱主吗 为主摆上 但是为什么主会把这样的事情临到我身上 对 我们可能都会有一种的murmur 会有一种的发怨言 对 但是感谢主 我们如果认识神的管教 和圣灵的管制 都是为着把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 让圣灵能组织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会有一种顺服的态度 我们就会像这位诗人所说的 因为知道我所遭遇的是出于神 我就默然不语 阿们 那这篇因为实在是蛮丰富的 有十个大典 那我们需要 就是我们都会经过 但其中有几个点 我觉得蛮特别摸着的 圣灵在我们里面做遥游一万 就以圣灵在我们外面的管制为最主要了 我们下期见